作词 李宗盛 当今随着高龄化社会的来临 越来越多的人有失智方面的困扰 那么对于失智的治疗和预防 中医有哪些好方法 还有独到的见解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了 明宫堂中医诊所的院长 李国英中医师来到节目中 为我们观众朋友谈一谈 中医对于失智症的治疗 李医师您好 指示的您好 全球所有观众大家好 李医师我们现在看到 有很多很有成就 很有智慧的人 像是诺贝尔物理学得主 光纤之父高坤 还有美国前总统雷根 他们到老的时候都得了失智症 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症 那您能给我们观众朋友 介绍一下什么是失智症吗 失智的话就是人的那个智力的衰退 它主要症状都是在这边 我们中医里面就是说这个脑水里面 那个水海里面的空隙 导致了眼中是记忆中是衰退 产生的老人失智 那么得了老年失智它有哪些典型的症状 它那个第一点就是说最重要就是记忆力非常的差 就是说等于是没有什么很好的记忆力了 所以它变成这种抽象的那个思维 尤其是抽象的思维比较差 还有定向的那个障碍 方向感 对方向感 这个都是它的整个方向 都不知道要从哪里去 同时也对社会的活动 还有那个活动的范围它会越来越小 因为它的社交活动范围缩小了 对对对 也不想撤门 这个都是它的主要的症状 所以它失智以后 连自己的族女 有时候也不认得 连自己的家人也不认识了 连名字也乱点 那这个就很严重了 它也会给自己的亲人造成一种困扰 在照顾方面 那么在中医里面 有没有相对于施症的这样一个病名呢 有 古代的医学里面都有记载 像痴病 记载痴病 痴杀 还有痴呆 这个都是它的患者之命 所以说这个病并不是一个现代病 而是古已有之的 对 因为它只要是 整个大脑的那个 记忆能都衰退的话 就会产生到这种程度 那我很好奇 这个老年失智症 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吗 老了就自然得了老年痴呆吗 没有啊 你看那个很多的 它保养非常好多人 多当一百岁以后 人瑞了 它也都是活着非常好 包括塑胶 包括硬队都非常好 甚至说 它可以处理的 所有的家务的事情 都可以自己来处理 是 有些老人还剑步如飞 年轻人都追不上 就是看个人的保养 对 主要你不要受损的话 它就会用得很好 是 失智症呢 它是不是人的脑部出了问题呢 当然 水海里面 它空隙的话 都是大脑都出的问题 是 假如说这里也没有问题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失智 所以它这是因为脑部受损是这样吗 对 主要是 它主要是在这里的水海里面 它太空隙了 太衰热了 那也有自然衰老的原因 那也有外部受损的原因 当然 因为外在的话 它会 外在的 假如说像 那个现代的人的臭后 伤到头部里面 血管的阻塞 没有办法通过的话 它脊部也会回收 也是会病病 是 那我们看到 有些老年人 他常常记忆力不好 在很熟悉的地方迷路 或者说 有些事情交代了很多遍 他也记不住 像这些老年人 他记忆力的衰退 是不是就等于 罹患了失智症呢 不一定 因为像很多年轻人 他记忆也不好 也是就是说脑部里面 就是说 他有时候衰退的时候 不分年龄 但是 你稍微给他调理一下 他就可以改善了 所以不一定会到那种程度 是 那么发生这个 老年痴呆症的一些原因 有哪些呢 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好 像我们古代的汉医学里面 在两千多年前 《黄帝内经》里面的 给你记载的 非常的清楚 就他有跟你提出来 就水海的不足 脑转偶名 就是说 水海就是大脑的意思 对 所谓的我们水海 就是整个大脑组组里面 所以他就会善望偶乎死 他那整个 护神 精神恍惚了 对了 就没有办法分好的 还有耳鸣是吗 对 他会产生毛病 也是那个都是肾息的症状 所以他在历代的名家里面 他也给你提出来 就是说 比较长寿的人 就是说高年龄的人 他没有记忆力 他脑水溅空 就是说 整个水海里面 他慢慢的萎缩了 人 就情 人的 精与质 都是藏在 那个肾脏的 那个地方 你圣经不足的话 这些的功能就会滴落 尤其是我们的心 这心的心的功能 没有办法通到大脑 没有办法通到大脑 的时候 他迷惑散忘 呆滞 这个都是叫做 肝肾的 那个 就比较衰弱的时候 引起这个 整个水海里面的空袭 还是肝肾的衰弱 引起大脑的 这个空袭 对 然后就会健忘 所以老年人 痴呆了 老年人他就会惊死 亏神 脑水里面就会空袭 延期的不止 阴阳的失调 那个尤其是 痰瘾的 这个整个 没有在心窍里面 他整个痰瘾心窍 痰瘾心窍 就引发这个脑部里面的 功能的障碍 听您这边说 好像这个失智症 还不好治疗是吗 当然 像很多人 你看那个 像雷根 在美国 医学这么发达 他也是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我们中医的这一套 那你就治疗 当然是不会有得到那种效果 所以说中医 他治疗失智症 他有自己一些独到的见解 是可以治好 是这样吗 对啊 像我本身自己的母亲 还有像我老丈人一样 他们都七八十岁了 他们那患到这种毛病的时候 他也是 结果他发生的症状就像这样 结果我今天 常常去的地方 每天都去的地方 结果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看到说 怎么 想不起来说 我今天要来这里做什么 做什么 到底我来这里要做什么 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比较浅 比较近的伤害 假如说比较厉害的 我就什么都不认得 基本的生活能力都丧失了 像我们这个给他治疗的话 他就会改善到说 完全都可以治疗到好 是 所以令高堂和岳父 他现在有治好了吗 对 中医他用什么好方法 使这个比较难治的失智症 得到权益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中来 刚才李医师为我们介绍了 中医对于失智的一些看法 其实很少人知道了 中医在治疗 失智方面也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那么它的原理在哪里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李医师 我们中医里面 称为肾为水海 吸着肝肾吸的话 水海就会空吸 肝肾不足了 水海也就会空吸 它整个脑里面 整个水海就会空吸 神智的功能就不浅 理智跟记忆力就会丧失 就会散望呆滞 它就会变成这种 对人体里面的记忆力量 这些记灵的不止 第二点 那就是心指神明 心气的不止的话 神明 这个功能 整个脑部的 包括它的整个记性 还有判断的能力 这个叫做 我们中医称之为神跟灵 施养的话 它不止的话 它就会精神理善 神助就散望 就会头昏 散望 这些的问题出来 第三个类型 它就会产生 一种像现代的人 就很多的 就有高血压的病死 这种高血压的病死的话 尤其是吃那个降血压 它血管扩张以后 它的那个脑水里面 又是比较空隙的话 也会产生这种问题出来 所以是肝肾的不足 还有心气的不足 还有高血压这种 病死的人 病死的人 那针对着不同的症状 会有什么不同的处方 去对它呢 这个当然就会有产生的 不一样的那个 那个药物的配方 像是肝肾的 整个亏神的话 那我们就会应用 像大手弟 用九争九晒 那给它调补它的整个水海的不足 还有加一点点的那个负质 就从补阴当中 又能够增加它的阳气的生成 像这些都是我们用药的那个 非常好的精髓里面 那我们台湾的用药里面 我们会应用的是什么 就是伤根白皮 所谓伤根白皮 就是说它的四根里面 伤势里面的四根里面的小细根 那它可以补所有的阴跟阳 所以这三种症状 它都可以试用吗 就是说肝肾的吸收 肝肾方面 另外一种就是说血管的病变 就像现代的人 有的人发生臭恶 那个血管的病变 就是血管的受伤 或者是说那个有血管的病变 那个脂肢里面 产生这个整个在窃氧窃血的状下 它会脂肢慢慢的萎缩 那个受伤的这个整个脑部里面 那我们就会另外的用药 那用就像单身 我们中亚里面的单身 牡蠣 舌地 像我们台湾里面的用药里面 我们最喜欢的用台湾的葛根 葛根 台湾葛根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活血化痞 扩张血管 所以对末梢血管里面的循环 非常好用 是对高血压病史的人 特别好用 对有高血压病史的这种人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用这种东西 给它扩张血管 还有就活血化痞 尤其是在那个脂肢里面的 切氧切血的状态下 你要用这种东西 还有就另外一种就蚊子疼 这种它是从那个血管里面的病变里面 它可以给它 就很重要一点就是活血化痞 扩张它的整个的血管 那您刚才有提到心气不足 引起的这个虚质症 那针对这个症状 我们是用什么厨房去对它呢 像这种心气不足的话 我们就要补它的心肺的功能 那心肺功能 我们中医里面用的最多的 就是说像黄芹 黄芹 还有那个我们台湾的药种 药物种就是用四米茶 四米茶这种东西 它可以用那个 它整个在治疗 就尤其中气不足 心肺功能不足的人 没有办法将血液送到 整个大脑里面的组织的话 像这种的话它应用的最好 它有一种 就是说像很多的人 就是说在工厂里面工作 因为它那个工厂里面有重金属 重金属中毒了 也会伤害脑部 对它有很多 我们那个临床上都会看到这种 以前就那个 它们是一种工厂的作业 这个在古代比较少见 对古代当然比较没有用 会碰到这种现象 现在的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现象 那中医是怎么样去针对它呢 有这种现象的时候 我们就会将那些拱 把它排掉 你一定要增加 把拱毒排出去 对对对 排拱就像我们 我们菜里面最多的 有新的那个东西 就像那个香菜 那我们研究所里面都用香菜去排 香菜也可以排毒 它排那个拱 那我们中药里面也很多的可以排拱 排拱的我们就应用在这里 台湾的那个种草药里面最多 是 那以长年的经验来看呢 有没有实际治愈 失智症的一些实力 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当然很多 你看我们那个很多人来 都要他们的祖女带他们过来 有没有 他整个都意识 那个能力都没有了 牵着他一直慢慢走 那我们就给他 从这里去那个林正里面判断 他使你哪一个类型 然后我们再应用药给他们治疗 最快的我发现了 那个治疗最快的 也有他们两天 就是说吃两天的药 他可以跟他们的子女 谈人家里的事情 只要两天就好转 那是最好的 所以中医他有他独到的地方 没有办法是每个人都这样 所以您刚才有提到 您的家人也痊愈了 对啊 然后我老丈人 他或说我的母亲 都是我们跟他改善以后 他都可以恢复 所以说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真的是不能忽略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中来 刚才李医师为我们介绍了 中医治疗失智的 一些独特的好方法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呢 也有一些药膳 可以有效地改善失智的状况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李医师 智慧的话 像我们甘肾的西省的话 我们就会用那个国旗 还有莲子 莲子 还有青植生 这三种下去炖羊肉 跟羊肉一起炖 对 那个假如说西省的话 这方面也可以把它调理好 或说肌肉也可以 这个都是 叫西省的话 这因为主要是阴跟羊里面的辅助 就是帮忙它建立这个大脑的功能 所以它是补这个新的气是吗 这是肝跟肾 另外一种 就是说心气不足的话 我们就会应用大量的黄旗 黄旗是补心气的 跟黄金 这样跟三药 下去像说你炖肌肉也可以 像这种肌肉的话 这样是整个心肺的功能把它拉高 送到大脑的血液 能够充足的话 修护它的脑水都比较有功能 那像这些药膳 平时可以经常吃吗 这个我们在我们中医里面 你看我们用药都是药属痛 它会从这个地方去修补 这个整个脑部的组织 脑水里面不要给它空隙的话 当然对它都相当的帮助 所以是药食同源 从食物来补它 也达到一种治病的效果 当然这个是在调养 不是在治疗 治疗的话 当然是要中医里面变症认症 将这个它的整个症状 它的起因 这些的把它讲 去判断去使药 那除了药膳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穴位 来按摩可以调养 这个湿质呢 当然假如说普通的食物是一种调理 就像我们这个肝经里面的养领前 肝肝肝经里面的养领前 还有肝经里面的太息 还有我们再来就看我们这个整个三胶间里面的内观 这个都可以调理我们整个脑部里面的功能 所以它对它都有帮助 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也可以在家里自己DIY去按摩一下 都会缓解 对 有一个病例 它也就是说 它将它的母亲治疗稍微给它改善以后 它就提供少量的咖啡 咖啡也有作用 非常少量的咖啡 每天给它吃 对它也有帮助 它整个它是 咖啡是往上升 那个我们茶叶是往下降 它能够生到那里面的整个脑部的循环 所以它心 汇功能不止的话 它会增进它的循环 那么茶叶就不建议喝了是吗 不好 对 失智的病人就不好了 那么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些 还有哪些饮食是需要注意的呢 精神的又耗弱 那个脑水里面的不足 所以我们就尽量能够帮它 就是说保肝肾的那个精气 这个功能 尤其是避免那个刺激 那个刺激的那个食物 就是像说太辣的东西 或者说增加它的环绕压力 这种这种问题的 都尽量不要输出于它们 尽量能够吃一些能够分好的消化 又负营养的东西 比如说 像那个高级的蛋白质的东西 高级蛋白质 对 哪些东西是高级蛋白质的东西呢 像这些 就是说像我们那个鱼类 像生物片 这个高级的蛋白质这种东西 对它都比较有帮助 所以都吃高蛋白的东西 对 蛋白质 那有没有禁忌的食物 有很多像油炸的东西 还有那个含了 那个像我们现在的添加物 像生长鸡翅的 像很多的蔬菜 水果都用生长鸡翅在催化 像枝羊肉 这个鸡鸭芹 这些很多都会添加这种东西 给它吃的话 它会长得很快 这种东西最好不要 所以尽量吃天然的食物 对 还有像抗生素 农药 像这都会引起产生一种退化 人体的退化 包括退化性关节 也是都是从这里来 也是这样 对 再来就是说 要注意的就是说 脑部里面 不要给它血管硬化的 或是说血栓的形成 那怎么样做到 才能不让它形成血栓呢 这个血栓当然就是说 不要像这里过度的饮食 就那些高阻王的东西 高阻王的东西 不要给它血管的硬化 多给它运动 多运动 对 运动的话 增加它的血氧量 氧量能够送得到脂肪的话 它可以助有修补 尽量让它的养分 可以到达脑部 对 所以那比较建议的运动 有哪些呢 像慢跑 慢跑 爬山 主要你能给它动的话 像有的就比较 老年人比较简单 就是练功 像练气功 气功也是很好的一种方法 什么这些 比较不会那么激烈的运动 都会对它有比较的帮助 是 除了您刚才谈到的这些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方面呢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注意的事项就是说 尽量不要给它 像老年人的话 尽量不要给它跌倒 受伤到脑部 它血管都病变的话 对它伤害就非常大 还有就是说 像这些很多药物 尽量不要给它 产生一种脑水的受伤 就是不要跌倒 不要让它的脑子受伤了 对 这就是家人 都要非常注意的地方 那听说台湾有一些 建脑的植物 对失智症的病人非常好 是这样吗 对 像那个穿药的里面的黄金 这个都补脑水的也非常有效 那我们台湾里面赐产的一个 叫做青子森 青子森 这种东西的话 对建脑非常好用 那它也是用吃的 对 它是用外服的 它可以拿来 普通的食物是来当药膳来用 当药膳来喝 刚刚李医师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中医治疗失智症的好方法 家里有失智症患者的观众朋友 不妨您也可以用中医来试试看 今天非常感谢李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和我们观众朋友分享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时间再会